你敢相信吗?这是用高筋面粉做出来的戚风蛋糕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橘子 网上99%做戚风蛋糕的视频都要求用低筋面粉 那今天我们用高筋面粉来试着做一下 这是蛋白质含量18%的高筋粉 这是我们需要的所有材料 高筋粉盖上保鲜膜,放入锅中蒸20分钟 高筋粉与低筋粉的主要区别在于蛋白质含量的高低 我们通过加热可以破坏掉一部分的蛋白质 然后就可以比较好的替代低筋粉 加热面粉的同时我们来分离蛋清和蛋黄 需要注意的是蛋白中不能残留蛋黄 蒸过的面粉里面多少会有些受潮结团 盆中倒入玉米油后撒入高筋粉 如果你用的是低筋粉 可以不用过筛直接倒入盆中 将油粉搅拌均匀 加入牛奶和蛋黄 继续搅拌均匀 不需要特意用画Z字形的手法 很多视频中介绍用Z字形的手法翻拌 是为了防止水和面粉发生反应迄径 而我们是先将面粉和油融合后再加入牛奶 这样就可以很好的阻碍了牛奶和面粉之间的反应造成起筋现象 不同面粉它的吸水性不同 我预设加入20克的牛奶 但是混合后发现完全不够 于是又分两次加入共30克的牛奶 总共是加入了50克牛奶 最终搅拌均匀后提起搅拌器 蛋黄糊呈顺滑低落的状态 我们来打发蛋白 盆中加入几滴醋 高速打发至蛋白出现大醋泡时 加入1 3分之1糖 打发至细腻的小泡泡时 我们继续加入1 3分之1的糖 打至蛋白出现纹路后 我们倒入剩余的1 3分之1糖 然后继续打发 直到打至干性发泡 提起打蛋器出现一个 不弯曲的小尖角 取1 3分之1蛋白霜 倒入蛋黄糊中 用翻拌法自下而上的 将二折搅拌均匀 避免蛋白霜消泡 把蛋黄糊倒入 剩余2 3分之2的蛋白霜中 搅拌均匀 直到搅至盆中 没有白色条纹状和块状 蛋白霜即可 把蛋糕糊倒入模具中 将其表面抹平 轻震树下 震出蛋糕糊里面的大气泡 烤箱下层150度烤70分钟 切开看一下 整体组织比较细腻 回弹性不算太高 咬一口看一下 个人觉得和低筋粉 做出来的戚风蛋糕 差距并不是很大 谢谢大家观看